肖战宣布加门2023湾区是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这对于他的粉丝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肖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和演员 他的音乐作品和演技备受赞誉 此次他将在晚会上演唱《小法》走一回 相信他的表现一定会让人们震撼和感动 肖战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艺人 他的音乐作品和演技都备受赞誉 他的歌曲《光点》更是销售不俗 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在诸多电视剧《陈清令王牌部队》 《梦中的那片海》中的表现都很出色 此次他加门湾区是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相信他的表现一定会让人们大呼过瘾 在这次行程中肖战一身灰色T恤夹黑帽子 头发还竖起来造了一根小啾啾 非常的水尚 一瞬间就跟上了热搜 引起了广泛讨论 这待遇竟然有点2017年肖战的待遇感觉 明明是个小狐步却偏偏靠一顶上了热搜 只不过如今他已是顶流了 他的造型让网友们看到了他不同于以往的一面 而在机场路透中 很明显可以看出肖战的头发长度已经很可以了 从前那个觉得寸头很好的肖战 如今为了过心这个角色头发都已经是可以扎起来的程度 在做演员这一块上肖战是真的很用心啊 成为演员与成为顶流之间并不冲突 这边为角色蓄力 那边同样也在为大湾区的音乐馆会上心 肖战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注重形象的艺人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带来惊喜 此次肖战将演唱歌曲《潇洒走一回》 这首歌曲充满了青春和激情 非常适合肖战这位年轻的艺人来演绎 相信他的唱功一定会让人们惊叹 《潇洒走一回》 这首歌曲讲述了年轻人的心态和人生观 非常有代表性 肖战将用自己的方式来演绎这首歌曲 相信会引起广泛的共鸣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是一场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动 旨在促进内地和香港的文化交流 此次肖战加盟晚会 也表明了他对文化交流的支持和认可 我们相信这场晚会一定会给观众们 带来异常事节和听觉的盛宴 总之肖战加盟2023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消息 相信他的表现一定会让人们惊艳和感动 我们期待他的精彩演出 也期待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 2023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即将开始 时间是6月29日8点开始 只不过肖战算是压轴出场 出去尾声之外是倒数第二个出场 大家想要第一时间看到肖战的表演可真是要熬夜了 只不过虽然肖战的表演时间比较晚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粉丝们对他的期待和热情 不少网友都表示如果熬个夜就能看到肖战那真是太好了 观众们不仅期待肖战的表演 更期待看到他的分散和魅力